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今 娱乐圈中流行起一种霸道总工风 性感妩媚 温柔似水不再是女星的唯一追求 反而是功气十足的霸道女王范比较圈粉 比如天仙龚刘亦妃和女王龚刘涛 两人都拥有超高颜值 聊起未来又帅的没朋友 引得无数迷美大呼响架 其实 两人不仅拥有功气的外表 同时也拥有一颗稳直霸气的内心 看看他们牙早年 上一档台湾综艺节目时的表现就知道了 事情发生在十几年前 那时候零三版《天龙八部》刚在台湾上当 主演林志颖带着刘亦菲和刘涛一起在台湾各大综艺节目宣传 当时有一档最火的节目叫《综艺大哥大》 地位相当于如今内地的快乐大本营 总之不管什么新剧新电影上线都会 去这个节目上做宣传 主持人是费玉清亲哥哥张飞 一开场 张飞把三个人请上台 做了介绍后开始问问题 张飞先自问林志颖说 你是有经验的演员了 他们两个还不会演戏 用手指指刘涛和刘亦菲 是不是拍戏的时候你经常待待他们 这个问题问得有点尴尬 当着两位女主演的面 说人家不会演戏 播出的画面中 林志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只是略带尴尬地笑了笑 后来张飞又问 是不是《天龙八部》还没有杀青 不然为什么现在采访 林志颖回答说去年年初 就拍好了 但因为有后期制 做 电脑特技等 这是张杰热剧 哦 还因为中视 还有很多好的电视剧 要排着对等吗 这句话好像听着 也让人有点不舒服 这时 刘涛插话了 笑着对张飞说 我觉得你在装外旁 有点明明懂 却故意装不懂 张飞听后显得有些尴尬 马上走到她身边说 内地来的姑娘说话 都像吃了冲药吗 刘涛把她的手甩开 并拍拍她的肩膀笑着说 你不要这样的 我不怕你的 涛总霸气 公的属性这年就显现出来了 然后张飞又来了 在节目中常用的调戏那一套 对刘涛说 内地来的就是辣 我对你产生兴趣了 然后刘涛尴尬回答说 我觉得你实在太 没有啊 你是老前辈了 对电视剧制作的程序 应该很明白的 没有必要再问了 接着一群主持人 小丽就起空说 你的意思是不是我们说的都是废话 你的意思是不是让我们问都不要问 直接结束节目就好了 小弟们明显是想为张飞老大哥出气 张飞转身又问林志颖 你来之前没和他介绍过我吗 林志颖回答说有介绍 并说了一通诸如飞哥很了不起之类的客套话 这时候梗直狗 刘涛再次上线 开玩笑说 我知道你的 你是流氓大亨 弄得张飞有些不高兴了 转话题问刘涛是哪里人 刘涛说是江西南昌 之后又问他知不知道天山雪莲 是治什么病的 刘涛说自己不懂医学 这是张飞 和其他主持人起哄说 你是大陆来的 对大陆的要怎妖鬼不知道呢 看来是懂装不懂 由此把刘涛取笑了一通 然后张飞又把话题 从调侃刘涛身上转移到了调侃内地主持人身上 模仿大陆播音员讲话 像全是一样一本正经的播报 现在请XXX为大家演唱 这时刘涛强调并没有那么夸张 那已经是十几年前了 张飞说不 现在还是这样 接着又模仿起来 现在请XXX同志 讲话 其他主持人跟着笑 有一个主持人小弟还加码调侃道 自己上次去北京坐出租车 听到一个广播节目主持人说 接下来播放英国女中演女子和唱组香料组合的歌曲 其他人问什么香料组合 他回答说 就是Spice狗啊 他们说那是香料 其他人又跟着笑 刘涛脸色变得不太好看 说你说的那些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一通玩笑最后 张飞和另外几个主持 人开始教育刘涛说 我们是明白电视剧制作程序 可观众不明白 哎 我们问是为了观众明白 现在你懂了吗 刘涛点点头 然后老大哥张飞又突然来一句 你知道我还没有结婚吗 然后其他主持人和观众又开始起哄 说什么要刘涛和张飞拜天的 刘涛尴尬地站着不动 张飞就一个劲地败来败去 不少网友表示看到这段尴尬爱都犯了 最后 为了结束这尴尬场面 刘涛说 飞哥我很尊敬 你 我跟你鞠躬好了 张飞依然不依不挠地调戏说 那你是同意了咯 刘涛等人没有他 调侃完刘涛后 张飞又转向刘亦飞 说你和他不一样 你是住在美国的 应该很了解我吧 见刘涛飞没作声 张飞又说 你在美国的时候 一定经常租电视袋子 看我的节目吧 这时15岁的刘涛飞放了个大招 直接说 说真的 在上这个节目之前 我根本不知道你的名字 张飞自逃舞 去 被打脸啪啪啪 看完这期节目 不少网友 纷纷大赞刘涛和刘 一飞太耿直霸气了 面对台湾综艺老大哥毫不怯场 还敢于反击了内地人 整了一口气 钟佳心在晒女儿像 狗云惠希 祝Kellie进温馨 2015年底 结婚开中交新 今年荣生做妈B 由B万世族开去 专专心凑女 一直甚少会上载 男男 Kellie 开相 非常低调 不过自圣诞节公开 四个几月 打开Kellie 进照后 相关新闻 HTTPS GLEWBB 嘉欣又晒作二张 B女心相 众叫男男做 毛毛球 当中处女党 最后一元狗云惠 狗姑娘 兜兜 嘉欣代表 男男向大家送祝福 见到Kellie 愤得笑晒口 头发净浓密 不过就有乱 非常搞笑 去留言 I am just so happy to be with mommy and daddy and can't wait for what 2017 has in store for us I am gonna grow up to be a good kid and be open to learning lots about life Can't wait Happy new years to all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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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大概意思 信号开心 可以同妈咪嗲一起 好期待 2017有咪发声 我会做一个乖孩子 好好学习 最后取救 祝大家新年快乐 而另一张相就 见到狗姑娘 同家新凉 母女 中见到落紧雪 地理狗姑娘 戏取作 加拿大探取翻 而狗姑娘 一脚时间上 载三人合照 取众嘻嘻 Kellie个头 虽然天气好动 但戏地间都觉得 好温馨呀 宫林娜 批判天后王妃 不专注 除了妃闻 就是改嫁 网友点赞 到底是老了 还是不坚持了 在音乐圈里 五六只岁的高音们 大有人在 而我们的天后 王妃却短期贫出 希望天后 不要就此没落 回望天后 二十年来 除了绯闻 就是改嫁 天天折腾 追究其为何离婚 不曾而知 但是只要是离了婚的老公 现在都比较没落 现在甜蜜的 随着天后 王妃演唱会的落幕 观众对此次演唱会 评价褒奖不一 此次演 唱会吸引了大票歌迷 也邀请了许多圈内人 前来观看 张子怡 陈奕迅 刘嘉玲 赵薇 彭宇燕 马天宇 连马云都在 场外直播平台的观看人次 更是高达上千万人 虽然演唱会举办得很成功 但是观众对于王妃 在演唱会上的表现评价不一 大多粉丝激动表示演唱会十分超值 全场视听盛宴 一些歌迷认为王妃演唱 即使有些瑕疵也能理解 毕竟年龄在那 但她不假唱不多话 唱足全场值得点赞 而少部分粉丝 以及很多观看直播的观众 则指出王妃走音 气息不稳等问题 认为是她属于练习的结果 所谓行内人看门道 行外人看热闹 专业歌手龚琳娜看后直言 昨晚看了这个 我很难过 音色丢了 气息没了 影中走了 唱歌好不好 与过去的成绩无关 与今天的感冒无关 与是不是坚持不幸的专注和努力有关 到底是老了 还是不坚持了 在音乐圈里 五六只岁的高音们大有人在 而我们的天后王妃却短期频出 希望天后不要就此没落 回望天后二十年来 除了绯闻就是改嫁 天天折腾 追究其为何离婚 不曾而知 但是只要是离了婚的老公 现在都比较没落 现在甜蜜的男友都是如日中天的 这些再且不提 每个人 由每个人选择生活的权利与方式 我们也管不着 但在这里我真心希望我们的天后 在以后的时光里 能够对自己负责 正视自己的生活 专注自己的工作 马上 年过半百了 该收心了